大家好 朋友们上午好 全球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西班牙时间 2020年8月25日 上午11点26分 给大家聊聊什么呢 这个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今年又到了换届选举大选的年头了啊 11月3号吧 还有70天就要投票了啊 所以呢作为两大党 共和党的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 以及挑战川普的在野党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拜登 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是现在呢 有一个情况啊 现在 有人说 美国的医学博士说 拜登 可能 患有重大疾病 即便你选了他将来可能他没有 能力 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 很好的履行 美国总统的 职权 对于拜登的认知能力的迅速的衰退啊 这有一张照片 拜登好像比川普要大几岁 拜登好像今年78了 对于拜登 认知能力的迅速的衰退 很多民主党人都知道 美国主流媒体 就是那个所谓的左媒啊 左派媒体 啊 也知道 但大家都 装聋作哑 大家都在默契的 演戏 最近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 拉斯穆森 报告的数据显示 大多数的美国选民认为啊 即便 现年77岁的啊 拜登 击败川普入主白宫 最终也很可能因为健康原因 无法完成四年的总统任期 其实世界各国的高层领导人的健康啊 始终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 甚至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你看中国大陆 这个当年有一个政治局常委 叫做黄菊 是吧 从上海来的副总理黄菊 在任期内得癌症死了 这件事 严格来说就叫一个事故 政治事故 当然 黄菊在上海 他的陵园 他的陵墓 占用了很大的 一片土地 这也成为很多人诟病他 成为很多人说这是特权的一个 表现 1993年啊 我就在上海工作 当时我就听上海本地人说 说黄菊的小姨子 小姨子啊 说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能力 但是被好几家大公司 给一个职位也不上班 说天天在家打麻将 上海人跟我说的 但是有一部分上海人说 朱镕基是好市长 朱镕基表现好 还有类似的情况很多呀 是吧 你比如说 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 是吧 死 当然了这种国家没有任期 死于任期内 金日成 是吧毛泽东 周恩来 是吧 朱德 这都是到死 才把他们的职务 等于是因为这个人 肉体消失了 物理上消失了 他的职务才停止的 是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 台湾 台湾的马英九 马英九身体好 喜欢跑步 所以这个马英九 每年他做体检 电视台都跟拍 包括他的身高体重 血压血糖 他的数值基本是公开的 但是很多国家不敢公开 你看金正日金正恩 他们都不敢公开 是吧 他们都是把自己 甚至据说把这大小便 粪便都得带回朝鲜去 因为能够分析出来 是吧 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分析出他的身体状况来 那么如果他病入膏肓了 那有些国家就要采取 进一步的对策了 所以 尤其是独裁国家 尤其是那种不透明的国家 领导人的身体状况 是一个绝对的机密 因为要万岁嘛 是吧你不活万岁你争取活百岁吗 对吧这样的话对他江山永固 对他政权的延续 大大的有好处 大大的好小海 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的良民的干活 如果你不是良民就要死啦死啦的哟 而且 你看对还有一个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国的总统 阿拉法特亚希尔阿拉法特 据说就被人下毒了 有人说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情报机构 买通的 阿拉法特身边人给他下毒了 在他的食品里边 最后他死于法国的军医院 下毒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阿拉法特身上 而且啊 即便在民主党阵营内 也有49%的人同意这一点 就是同意拜登的身体有状况 他不适合 担当总统大任 这有两位啊 都有 持类似观点 一位是奥巴马的 前白宫医生 罗恩杰克逊博士 一位是杰伊弗莱特曼博士 这个罗恩杰克逊博士说有些事情不对劲 这是罗恩杰克逊博士刚刚在德克萨斯州 赢得共和党的国会初选啊 他是共和党的人 8月20日 奥巴马的前白宫医生 罗恩杰克逊博士在受访时爆料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健康 令人担心 杰克逊博士说 民主党人 正试图 把一个老者 就是这种冒蝶老人啊 垂垂老矣了 风中 残竹一样啊 风竹残年 强加给美国人 你看川普都壮实 你别看他川普70多了 对吧 拜登明显的 就衰弱 身体看着就弱 有的时候反应都迟缓 眼神 眼神都不锐利 都混沌一片的感觉 而这个老人的思考能力和智力正在下降 拜登他也遇到过很多打击啊 包括他儿子都死了 他儿子当中的大儿子吧 是吧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杰克逊博士还谈到了见拜登时的亲身感受 他说 每次见到他时 我能形容他的最好方式 就是他好像刚刚迷路了 他就不在状态迷了迷灯 晕晕乎乎 是吧 我不会对他是否出现痴呆的症状 做出任何的判断 但我要说的是 有些事情不对劲 不对劲啊 杰克逊没说 到底是什么不对劲 但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拜登现在 说个完整的句子 都比较困难 更无法完整的思考问题 美国主流媒体 少有报道拜登的真实身体状况 令人难以理喻 这些媒体 集体 收声了 集体蒙上了眼睛 看不见 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当被问及他是否对拜登担任国家最高行政职务 感到不安时 杰克逊说我不安 我感觉担忧 杰克逊强调 他没有亲自看过拜登的医疗记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近距离的见证了这位前副总统的变化 那可不是吗 他70多了 77了 是吧 岁数越来越大呀 反应 肯定越来越迟缓呀 身体肯定越来越差 越衰弱 我经常在白宫 西医 西医啊 西侧这一医 西医 和其他类似的地方看到他 我知道他总是容易失言 啊 就管不住嘴了 实际上是神经系统 控制能力减弱了 但这些已经不是失言了 他不会完整的表达了 有时候 他无法完成一个想法 杰克逊说 不断的言语的失误和口齿不清 让人们怀疑这位前副总统 是否在衰退 他的认知能力下降到了一个地步 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让他担任我的总司令 总司令吗 三军统帅 总统就是总司令 我感到不安 这位是杰伊 弗莱特曼博士 下面的文字是根据杰伊弗莱特曼博士的专栏文章整理的 以第一人称讲述 弗莱特曼博士说 民主党人视而不见 在电视上看到几个片段 一个是他最近的一次演讲 他显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另一个是他在回答一个关于2020年人口普查的问题 他在回答中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那就是这件事发生在两三年前 他连时间都搞错了 这些都不是拜登的错 我从事病人护理工作40多年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重大认知缺陷的 迹象 我不知道拜登啊是否患有二次海默症 二次海默可能就叫老年痴呆啊 晚年的前总统里根 雷根 台湾叫雷根 也有这病 很多名人啊也都有这病 其实普通人也有 只不过普通人没人住 没人注意没人重视啊 但他显然患有神经系统退化性的疾病 退化正常吗 人老了吗 机器零点都老了吗 痴呆症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 11月20日啊 到11月20日了 就是可能是大选结果 是不是11月20日要公布吗 啊不是 他的生日 拜登是11月20日的生日 那么他是1942年生的 1942年生数码的 是吧 当选 他将成为最年长的总统 就当选的时候岁数最大了 比罗纳德里根 罗纳德雷根 雷根总统 在78岁前 离开总统职位时 还要年长 那人家里根当选总统 比他年轻多了 里根可能干了两任吧 可能是八年 是吧 那他里根当总统已经70岁了 可是他 78岁了 对吧 明年 如果他顺利当选 明年就职典礼的时候 3月份吧 那他应该都78岁多了 这个川普16年的时候70岁 是就任美国总统的最年长者 今年6月 他已经74岁 他们俩差了3岁左右 3岁左右 3岁多 3岁半左右 今年6月 这个 那川普74 1946年生的 1946 1958 1970 川普是属狗的 属狗的 这不一定是纯粹与年龄有关的问题 没错 有些人身体好啊 你看川普他壮实 他身体好 他活跃啊 对吧 但拜登 似乎衰老的更快 对有些人 老的快 有些人 显年轻一些啊 而民主党人也知道这一点 民主党实在是 没有人选了 是吧 蜀中无大将 廖化作先锋 是吧 挫子里拔将军 死马当活马一 先推出一个人来 是吧 到目前为止 拜登的竞选 是一场 不在场的竞选 他不在状态吗 这是一场隐蔽的 竞选活动 在这场竞选活动中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隐蔽的 他不在 他从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 除此之外 他只发表公开声明 就是他如果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 那他得反应迟缓 他得不在状态 全国人美国全国全世界就看到了 所以他现在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啊 这篇文章说的是否完全是事实啊 因为我不是天天看美国的新闻节目 是吧 如果我说的不对啊 请哪位朋友 给我指点给我指教啊 他只发表公开声明 那就有人替他捉刀带笔 是吧 有竞选团队 有秘书 这些声明 都是通过他的竞选 团队传递的 毕竟 竞选团队对拜登的 对拜 拜登的言论有意见 比如他最近声称有 不参与任何辩论 那这个他就不行了 你看当年希拉里 就是希拉蕊和这个川普 俩人电视上公开辩论 那多激烈呀 当然也很精彩啊 好像辩论了至少三次吧 是吧你看台湾的选举也都有辩论呀 你不辩论那你就 没出息躲起来了 是吧民众怎么能放心呢 你不 你不用你自己的嘴亲口说出来 很多你的政论 政见 政纲 老百姓凭什么选你啊 对不对 他们确信如果拜登胜出 民主党会在准总统拜登身边 配备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 当然 拜登无法被撤换 他在初选中赢得了提名 如果他被撤换 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 会认为桑德斯拥有合法的候选人资格 选出一位医学上不稳定的总统 是有先例的 身体有毛病的啊 弗兰克林罗斯福 在1944年竞选第四个任期 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快不行了 但他再次参选 民主党也再次支持他 尽管他显然活不了多久了 他于1945年1月宣誓就职 1945年的4月就去世了 他选择 哈里杜鲁门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并不是认为他在罗斯福去世后 会成为一个好总统 而只是出于他不会破坏票面的 就是不会减少他们的得票率的 胜算的考虑 民主党必须获胜 而国家的福祉是第二位的 美国是幸运的 杜鲁门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 弗兰克林罗斯福似乎也是民主党的总统 在之前 已经是共和党 连续执政了很多年了 与拜登竞选的相似之处 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正在等待 他对副总统竞选伙伴的 选择 后来选了那叫贺锦丽 那个哈里斯那位混血的女性 她是亚买加黑人 从美国本土以外移民到美国的亚买加黑人 和移民到美国的印度人的混血 我希望他的团队啊 能正在寻找一个 能胜选总统职务的人 如果拜登难以胜任 他就可以接任 但是显然这个贺锦丽女士 是 不太适合的 我个人觉得啊 不太适合能够担任美国总统的 选他 就是因为他有黑人 他有印度人 的血统 为了扩 扩充 拓宽他们的 票源 同时他是女性 想得到一些女性的票 也仅此而已 看来寻找人选 还有其他的标准 不管是谁在做这个决定 似乎都把选择范围 限制在 有色人种 女性上 这样做的目的 是在这个纷乱的时刻 确保少数族裔 被纳入国家权力结构 而事实上 在总统候选人本人 很可能受损的时候 却将其他不同族裔和性别的 可用人选 排除在 考虑范围之外 也许 也许我都错了 我们或许会在辩论中看到一个犀利的拜登 倾向于民主党的新闻媒体 经常对川普 是否有能力当总统提出质疑 他被定性为自恋 虚张声势 反复无常 以及不聪明或冷淡 在白宫和特朗普的圈子之外 不可能知道这些是否属实 所以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在给共和党人的可疑的行为开脱 但我请求民主党人 不要对拜登身体不好这件事视而不见 谢谢大家